嗨,大家好,我是Mons 今天想要稍微说一下 要如何将Brander里面的做好的Node的材质 然后输出成图档 来供其他的软体使用 那我自己也算是 还是算是Brander的初学者 不过就是我的方法 那可能有其他更好的方法 那也欢迎就是大家可以稍微留言讨论 那首先的话是通常我们需要将物品去拆那个UV 那如果你有时间你可以根据这个模型的结构去慢慢拆 那我只是做示范 所以我很快速的拆UV 那一般来讲 我要非常快速的拆UV的话 我们就是按Tab键 然后全选这个物件之后 直接按U 就可以有Smart Project 那它就会自动用Brander的方式 就是帮你去拆UV 那我已经有事前拆过了 所以 呃 我真的就是随便乱拆 我就是直接把它全选 全选之后 然后按Tab 然后按 Unwrap 呃这个讲错了 Smart UV Project 然后我就把它全拆了 所以这是我已经随便拆好的一个UV 我也没有整理 然后接下来我想说说 呃 这边有一些node嘛 那我如果需要把它变成图片的话 首先我需要去呃打开我的image editor 然后呢我新增一个图片 那我先随便取一个名字叫1234 好 那看呃大小的话 就是看你的需求 你可以是1K 就是1024乘1024 那我一般都是先输2K 那就是2048乘2048 那你有需求想要更大 变成4K 也没有问题 你就是1024乘4 这样子 然后你按 大概设置就是涨价 没有什么好需要变 然后按OK 接着你就会得到一张 这样的图 当我们得到这一张 呃图片之后呢 我们需要将这张图片 加到所有的你的材质里面 首先我就以这只 这个我的babyblue 来加 那加的方式很简单 就是在你这一颗材质球上面 按右键 然后你选add 然后直接就search image 他就会出现image texture 那你就把它放在这 就随便放一个地方都可以 然后接着你就按这边 呃有一个下下下下拉号 然后选上你刚刚说 那个新建的一个材质 就是我的1234 然后呢 很简单 你只要把它copy 然后把每一个材质 每一个材质球 像我这个是leak 都贴一个 那这个红萝卜我有两个 所以main贴一个 然后 呃他的叶子我也贴一个 然后感染 pare这些是呃放这边 然后里面放一个 那个番茄 番茄本体跟番茄的叶子贴一个 然后 然后马铃薯贴一个 马铃薯我全不是用同一个台子 去贴的 然后再来是 洋葱 红洋葱 然后是青椒 青椒他也是分两个部分 可是我上面是偷懒直接用那个红萝卜头 所以我只需要贴下面的本体就可以了 然后红胶跟黄胶 OK 那我们这样就贴完了 接着很简单 我们先全选 所有的物件 首先你全选所有的物件之前 你要确保说你所有的材质现在这个 这个image都是属于选取的状态 好 都是属于选取的状态哦 我们一个一个确认 OK 我全部都说选取的状态之后 我把所有的物品全选 之后我们到random这个地方 然后我已经先设置好了 你记得一定要先设置到cycle 因为EV没有back的选项 所以你要设置到cycle 然后 这边的数值就是你自己决定 那我想要速度快一点 所以我先全部都设成10而已 呃其实因为我这个 你有什么细节 所以10对我来说也已经很够了 然后就一路往下拉 拉到这个 back 在 performance的下面有一个back的选项 那我现在要back的是 颜色 所以是diffuse 按这样这个 如果你是第一次back的话 你这两个应该会是打勾的 那如果你这两个是打勾的话 记得把它勾掉 我只需要color 颜色就可以了 那全部都准备好 你也确定这边是选择好了之后 我们就按back back 那接下来你就会看到下面 有这个 texture back 它在跑那个进度表 然后你就会看到右边这边的图案 慢慢慢慢慢慢会开始 增加 好 这样子的话 颜色部分我们就back完了 那就会这样 大概这样 然后呢接着我们就要按 按view旁边的这个image 选择save as 然后选 你就 选择一个 你想要存的档案的地方 那通常我会在材质前面加个m 早下是material的材料 然后 名字之后 这个是color 所以我会选择 我会把它命名成bestcolor 这样子 所以 你就先 已经 输出好一个叫做bestcolor的图字 然后再接下来呢 我需要的 因为我的材质里面是水果嘛 所以 水果跟蔬菜 所以它没有 金属的材质 那可是等一下我最后的时候会稍微提一下金属的材质要怎么做 那下一个的部分的话 我要back的是 roughness 所以就这个 那roughness的话 如果你 之前就有接触一下材质的话 你就会知道roughness它本身是没有颜色的 所以我们必须将这边s 这边的那个rpg Rgb 那改成noncolor 那一样 通常是改一个之后其他全部的会一起改 那你还是可以double check 说 有没有全部都被改成noncolor 那一样改好了之后我们全选 所有的 呃 才 你要 你要back在同一张图的所有东西 接着按back 然后你就会看到 呃左边的图 会开始进行 改变 好那这样 这边位置我们的roughness就back好了 然后一样image save us 然后呢 我们把bass color改成roughness roughness 然后save us image OK所以你现在已经有两张图了 那最后呢 是我们要back normal 那一样也是在back下面这边 把roughness 换成normal 那normal一样是 没有任何的颜色 所以这边的 呃 image的这个地方 一样维持noncolor 不用用那个更改 然后你就可以直接按back 好 所以到这边我们normal的 图也出完了 一样 save us 这边呢 改成 normal 然后save us image 然后save us image 那这样我们三个的图都说完了 假设 假设 你有 金属的材质 的话呢 呃 呃 这边 金属的材质的话呢 你在 back的时候呢 这边因为他没有 金属的部分 那你要back的时候呢 你记得要选这个 叫imit的这个选项 然后呢 金属一样是没有颜色 所以你的材质依旧可以是 没有任何的颜色 那另外要稍微提醒一点的是说 呃 你在back 颜色 color normal 跟roughness 的时候呢 你要记得 你在 你要把先把这个 呃 metallic 这个部分呢 先整个拔掉 然后把metallic设为0 那 这个原因是说 呃 在 不明原因 我现在还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blender的时候呢 如果你的metallic是有 数值的话 不知道为什么输出 你输出的这个图片 会变得非常的黑 那就不是我们期望想要看到的东西 所以在 就算你的材质 你的物件里面有金属 你也在 在输出metall之前呢 一定要记得把metall这个 呃 这条连接线 整个拔掉 并且把metall设为0 这样你输出来的这些颜色 normal或是roughness 才会是正常的 只有在你要输出 metall metallic的这个选项的时候 你再把他的metallic的接回来 然后甚至说是调整到你想要的数值 然后你再选择这个 呃 emitic 然后去做一个metall的 图片的输出动作 那现在我三个图都输完了 现在我就不是说 呃我们可以测试一下说那输出来的材质是不是正常 所以我现在比如说我把 这个 呃 这个材质之之后他会自动连结 他会帮我自动连结 那你就会看到 OK 呃材质一切正常 跟我刚刚输出的样子长得一模一样 那如 那我今天说 哦我难道要一个一个 置换吗 没有 你就全选 或是 呃要怎么讲 你就全选这些材质 就全选 然后你最后 你会发现他圈起来的颜色是橘色 你最后选的这个是 比较 黄色一点的亮黄色 那你把它全选就是你刚刚这个材质是你 套了新的材质吗 你先选其他的材质 呃其他的物件在最后选择你要置换的这个物件之后按 Ctrl L 然后你link material 这样的话所有的材质都会在一瞬间 全部的置换好 OK 像这个话你就可以把 番茄看掉 因为他里面有两个材质 像这种有两个材质的话 他可能会只 只置换了上面的那一个 不会置换下面那个 那就把下面的砍掉 那他就会自动的 拟接好 那你就会看到 OK 材质非常漂亮的 呈现在上面 OK 然后我们的图片也 非常的 就是你也得到了三张图片 那你也可以在其他的地方使用 像是MAYA 3D Max 或是在 Substandard Painter里面都可以使用 甚至是MamaSets你也可以直接套用 那游戏里面也可以直接套用 所以这就是Node 你要如何把 Brander的Node 制作的材质 变成图片的方式 那希望这样可以帮到下 大家 谢谢 再见 by bwd6